温暖点亮色彩的心情吧 哪些精彩内容呢 跟着我们镜头一起来好好感受一下吧 十年前 你或许并不熟悉艾玛沃森这个名字 但是你一定知道这部电影 红透全球的《哈利波特》 跟随电影从第一部拍到第七部 那个扮演赫敏 一脸可爱的雀斑 一头披肩的卷发的英国女孩 也已经蜕变为了炙手可热的世界级零星 十年后 虽然剪掉了标志性的一头卷发 她的名字却同样响意全球 她就是艾玛沃森 近日她以兰蔻新任代言人的身份 来到香港 艾玛抵达香港的那天晴空万里 香港中华广场75楼 5号三点的阳光 从楼顶的玻璃窗折射下来 肆意地洒在这位21岁的女孩身上 一头一脸一身的金黄 而比阳光更明媚的是 她脸上灿烂的笑容 艾玛活泼而且健谈 一开始专讨她就爆料自己 说她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急性子 我常常在乱 我常常在乱 艾玛说她每次化妆大概会用掉40分钟 她青睐简单的妆容 步骤不会太多 但是却特别重视动手之前的准备工作 她爱准备的过程胜过化妆本身 因为在夜中我会太多 但如果在夜晚我会有很软的粉末 我会有很软的粉末 它是不太厉害的 因为它是不太厉害 你会看到皮膚之下 我认为是非常好看 我认为是感兴趣的方式 我认为感兴趣的准备 我认为音乐 我喜欢音乐 我喜欢我的朋友 我认为我做一件事 我做一件事 有人说艾玛沃森是全世界观众一点点看着长大的女孩 而艾玛似乎也有意地摆脱贺敏凌家乖乖女的形象 自信地尝试各种造型的突破 确立自己新进时尚偶像的地位 艾玛首次参加巴黎时装周 就坐上某一线品牌秀场的第一排 在时尚圈引起了一阵轰动 随后颇受时尚大地的宠爱 老佛爷竟放下身价 亲自掌镜为艾玛拍摄大片 而为英国本土某一线大牌出演的 09秋冬风衣大片 也让她在时尚界有了一席之地 我认为时尚界有了一席之地 我认为时尚界有了一席之地 如果不是有趣的话 就没有了解 它真的必须有什么你享受 让你感觉好 让你感觉舒服 所以我非常专注于那些 然后就专注于那些 广东到海岗城海洋中心四楼 蓝蔻2012年全新 纯高发布酒会 以及晚宴在这里举行 当晚星光熠熠 新加坡老牌歌手陈杰宜 岁月神通的男主角 当红小声李志亭 以及香港本土时尚名流 悉数出行 明星在红地毯上本该挖空心四红眼球 而艾玛却选择了低道的奢华 身着深灰蓝色小李子 亮点在背后的射击和烈焰红唇 不过艾玛的成长绝不止在形象上 如今她已经是美国长春藤 名校布朗大学艺术文学系的学生 当初决定淡出娱乐圈走进校园 令很多人惊讶 自信 时尚 阳光 坚持个性和自我本性的流落 这就是十年之后的艾玛 新一代能hold住全球的璀璨之心